堕胎的因果报应 林医师是一家医院的副长科医生 她学佛多年 一直用自己的医术和善心拯救许多人 林姐 下班了 是啊 林姐 今天你还要去道场吗 当然了 学佛最重要的就是持之以恒 不能三天打鱼 两天筛网 林姐 我曾听说有所谓的因果报应 这是真的吗 那当然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要用心去想一想 每件事 每个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会不会为我们接下课业 有一天晚上 林女士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 你是谁呢 好痛啊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呢 没事 没事 刚才做了一个好奇怪的梦啊 你平时不是很少做梦吗 是啊 今天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我想你大概是太累了 好好睡一觉 休息一下吧 嗯 好的 喂 哦 是王居士啊 你有位朋友患有严重的妇科病 想请我看一下是吗 哦 好的 你带她到医院找我吧 我马上就过去 哦 你们是林姐的朋友啊 快请进 好的 谢谢你 啊 林师姐 这位就是我说的赖女士 哦 快请坐 医生 我这病好多年了 很痛苦 我也到过许多大医院去做过检查 但总是查不出原因 非常奇怪 而且光是检查费用 就已经花掉十几万了 林师姐 这位赖女士最近才归一三宝 你一定要帮帮她啊 请问你过去有堕胎过吗 嗯 有的 是不是堕过六个左右呢 哦 您怎么会知道呢 我堕过五个孩子 哎呀 林师姐 你可真神了 怎么连这个都知道啊 哎 这是菩萨让我提前知道的 于是 林女士便向他们说了自己昨晚做的那个怪貌 大家听后都觉得十分不可思议 啊 难道说她这病是因为堕胎所引起的 是的 林医师 求你快救救我吧 治好我这病吧 你这种病吃药是没有效的 必须送经超度那几个孩子才会有效果 林医师 既然你找到了病因 一定能药到病处 你还是给我开点药吧 哎 好吧 记住了 只是吃药是没有效果的 一定要送经超度那几个孩子 这样才会有效果 我知道了 谢谢您 那我先走了 林医师 我吃了你开的药后 病情还是没有好转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你吃完药后有没有多多送经回向呢 不好意思 最近生意很忙 没有时间静下心来送经 我上次就跟你说过了 如果你只是吃药 不配合送经回向的话 是没有用的 如果你不送经回向 以后就不要再找我看病了 林医师 我知道了 我回去一定送经回向 今晚就念 林姐 你为什么一定要她回去送经呢 还有 她的病跟过去剁过胎 有很大的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 每个来投胎的孩子 都是和我们有渊源的 不是来报恩 就是来讨债的 如果我们剁胎杀了他们 就会让原本是来报恩的孩子 开始仇恨我们 转而向我们报仇 而本来就是来讨债的孩子 变本加厉地想要报复我们 所以只有虔诚诵经 念佛才能化解这段仇恨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当天晚上 赖女士吃下药后 便开始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 怎么回事 怎么一诵经肚子就开始脚痛呢 我看还是不要念了吧 正准备放弃的赖女士 突然想起林医师的话 于是又坚持读诵下去 念着念着 肚子静矣不再疼痛 当她念到一半时 就开始断断续续 听见婴儿的哭声 嗯 奇怪 是从哪里传来的婴儿哭声啊 而且这哭声 好像就在我家里一样 嗯 嗯 喂 林医师吗 我按照您的要求 在家里诵经 可是当我读诵到一半时 就开始听到婴儿的哭声 我家附近又没有婴儿 而且这个哭声 好像就在我家里一样 我到处找 有没有看到小孩子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听到了婴儿的哭声 那应该是被你堕胎的孩子 来听你诵经的吧 你一定要坚持 为孩子们读诵圣典 以后不用吃药 病就会好的 好的 果然 自从赖女士 每天诵经念佛以后 她的病情就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令她非常开心 她也从此深感因果的真实不虚 更加坚定学佛的意志 自从她的病好了以后 便更加虔诚地学佛了 堕胎对于女人来说 不仅仅是各种妇科病的温床 还会为以后无法生育 买下祸根 最残忍的是 堕胎等于是父母亲手杀死自己的骨兽 男人们不能只顾着自己享乐 而伤害自己的骨兽 请善待你们怀中为你们哭 为你们笑的女人吧 千万不要让她们在最后 失去做母亲的权利 悔恨一生 感谢观看